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要的快速開箱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支 Irix 的 150mm F2.8 的微距鏡頭 那我們就直接來快速開箱吧 那很多人會把這個 IRIX Irix 這一間公司跟韓國的三洋公司搞混 其實這兩間都是韓國製造沒錯 但是公司是不一樣的 有人一直覺得 Irix 其實就是三洋 其實他們是完全不同的公司 設計也完全不同 OK 這個盒子也是算是蠻酷炫的啦 那盒子裡面有附給你一個硬盒的 保護盒算是半軟半硬啦 就是它有一個固定的形狀 不能把它壓扁壓起來 OK 那這就是我們的鏡頭本體啦 這支 150mm 的微距鏡頭 要附給你一個可拆卸的遮光罩 它有一個可以裝在腳架上 ARCA 的腳座 就是你就可以把鏡頭直接安裝在腳架上 你的相機就會比較好控制 一些微小細微調整的角度 你如果不需要用這個腳座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拆掉 就讓你的鏡頭更輕巧 這支鏡頭 也是蠻真材實料啦 就是全部都是用金屬製造的 那它除了前面這個 對焦鎖的部分是用塑膠 那其他部分全部都是金屬 講到對焦鎖的部分 就是 IREX 鏡頭都有這個 神奇對焦鎖的設計 就是假設你想要設在一公尺 然後你就可以把對焦環鎖起來 讓你不會輕易的 去轉動到這個對焦環 但其實我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用途 就我自己啦 我自己是很少用到 因為我之前也有買一支 IREX 的 11mm 一樣也有對焦鎖的裝置 那應該是從來沒有用過吧 因為你其實鎖起來之後 你對焦環還是可以轉動了 就只是讓阻力變大 但是就不知道它到底為什麼要設計這個 除非你有特殊的目的 你有要在一個什麼震動的地方 還是幹嘛的 你不知道 反正就有一個對焦環的鎖定裝置在上面就對了 OK 那盒子裡面還有一張說明書 跟一個全球的保證卡 這個還不錯 就是你假設你買水貨啊 或者是你去國外買什麼 IREX 鏡頭之類 你全球都可以有保固 這還不錯 那盒子裡面還有附一個很神奇的 就是這個機身 就是鏡頭後蓋的部分 我也覺得還蠻神奇的 IREX 的傳統也就是這樣 就是它 盒子裡面就會多附給你一個鏡頭後蓋 因為它覺得你會用丟之類的吧 那盒子裡面就這樣啊 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的鏡頭 裝到我們的相機上面拍拍看 拍拍一些影片 拍拍一些照片 就單純大家欣賞 大家看開心用 如果要深入測試的話 應該在下一支影片才會拍攝 可以拔的吧 我們就知道 你會不會再拍一張照片 我們會把表情建築 這 chains一臂 純大的 这次150mm的微距镜头 它最近对焦距离是34.5公分 那34.5公分是从胶平面计算的 就是从你的感光元件那里开始计算 所以你装到相机上面 其实你距离你的拍摄物才那几公分而已 装到机身上拍摄的话 应该就距离你的拍摄物只有十几公分 非常非常近 150mm然后你可以距离十几公分 还蛮酷炫的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这整体的做工是还不错 以它的价格而言 那整体有刚刚讲的金属机身 那对焦环是非常非常的流畅 但是它是偏向那种阻力比较高的 它不是像是那种非常滑顺 像莱卡那样子 非常滑顺 好像我不知道那怎么形容 反正就是 它是会有一点阻力 有一点摩擦力的感觉 但是你整体的细微转动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整个脚架接环也都是金属的材质 那这个脚架接环有一个优点也算是缺点的部分 就是它如果转90度的话 它是没有一个卡榫会告诉你说 你转到90度的部分 假设你是架在脚架上 你要直拍 你转90度 你就是可以用手感觉到有一个 90度的卡榫在那里 那这个是完全没有的 所以就你可以流畅的随便你转 但是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90度 所以你转90度的话 你就需要再重新调整你的相机的水平 对就算优点也算是缺点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样子随便乱转 破水平的拍摄 那这个就是还蛮方便的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Irix 150mm微距镜头的快速开箱跟分享影片 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按个赞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摄影相关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E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